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又是美好的一天 又是一个美好的看房的日子 今天呢我们来到尔湾的南部 Quail Hill这个社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它上市的一个独立屋 三房2.5位2101尺 2003年的房子 现在要价是159万5千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自带车道的 一个独立屋的户型 外观是西班牙式的一个感觉 然后是砖瓦 那Quail Hill这个社区是在尔湾的南部 它是离光谱中心非常的近 只有几分钟的距离 那也是在尔湾的南部呢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社区 然后同时呢它是属于University High 大学高中的学区 那它是和北木现在是齐名 它其实排名呢是要比北木还要好一点 所以应该说是大学高中呢 是在尔湾的所有公立学校里面呢 是做头把交椅的位置 那么这个房子呢 也是坐落于大学高中的这个学区之内 然后这个房子的朝向呢 它正门呢是朝着东天南的位置啊 我们发现啊 整个这个社区的环境是非常的好 也是非常的安静 我们拍了这几分钟 也是没有车辆来拉网 而且我们发现它这个路其实也是挺宽的 然后大家呢是可以把车挺在自己的门口的 OK那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Kwayo Hill呢 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学啊 离这个房子差不多就两分钟的车程 然后这个房子的HOA呢是196块钱 然后它的Metal Rule呢也只有2000多块钱 所以综合地税呢也不够啊 1.2% 1.3%这样子 那其实都没有没有这么高啊 它的综合地税可能算一下来的话 应该是只有1.1 1.2这样 可能都没有1.2 1.1左右 它这个房子虽然是个三房啊 可是它是一楼呢是有一个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呢是可以做一个office 也可以做成一个钢琴房给小孩子 它的面积呢是差不多10尺1乘以12尺6 那就是127尺左右 看到它是有升级的地毯 OK 然后一楼呢是9尺的层高 做了LED的Can-Liding的升级啊 4个LED的灯 然后我们看到它其余的一楼呢 都是16乘16的地砖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40英寸宽的一个 调控的楼梯啊 去到二楼 我们再往里面走 我现在是有一个powder 一个普通的pad stool 洗脸盆 一个built in the cabinet 这边呢它是有自己的通风 GFCI 椭圆形的framelist Mirror 678的门框 然后6-4 panel的门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楼上的储物件 还有另外空调啊 中央空调的这个控制 厨房 courts or granite I can tell 然后一个石木的橱柜啊 36英寸高的橱柜 然后加上会要铺 36寸的抽烟机和flyburner 同样也是36英寸 然后后面是full backsplash 有cabinet undercabinet lighting 橱柜的面料应该是10亩的哈 但是它的抽屉呢就是普通的 金属的一个抽屉 一个fast close的抽屉 但它底下这边呢有升级了pample drawer 然后这些烤箱啊 plus其实都有点年头啊 这房子是零三年的 我相信这应该是original的 不过这个是带风扇的convection oven 然后底下也同样是一个pam drawer 然后这些都有一些松动啊 房子是时间有点长了 这房子其实是需要一些更新 这些油漆我们看到都已经有点掉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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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整个屋子我们看到都是GFCI OK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它的pantry 它是厨房是没有walk-in的pantry 所以呢 它有这个beauting的pantry cabinet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的buffet table 一个36寸开口的冰箱 好然后我们其实往里面走 我们是看到它整个的一个living space 餐厅和客厅 那它基本是一个大横厅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边呢其实它现在放的是一个圆桌 那其实呢放一个6人到8人的这个餐桌 甚至是10人的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完全是够空间的 然后这边呢是对着它的一个侧院也好 也或者说是车道 因为它这个是独立屋嘛 所以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车道的 虽然它的车道很长 但是呢它并不是整个部分都是一个两车位的 它只是在靠近车库门的地方 它是可以停两台车停在这 像现在这个价位它159万5 如果是在北边的话啊 那些新的社区比如 Portola Spring啊 或者是Stone Gate Eastwood Reserve 这些地方 它们这个价位现在只能够到三房 只能够到三房的detached的condo 就是够不到这个single family 那么是没有自己的车道的很多detached condo 然后它花园面积也非常的小 这个房子现在在Quill Hill 在R1的南边 南边的话平均价格是要比北边高一点的嘛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只是它里面是需要更新的 是需要更新的 我们看到它这边是有一个燃气的壁炉 我们来到这个角度 来再看一下它这个房子 客厅餐厅啊 厨房感觉是稍微有一些小哈 不像现在新的房子 是这么一个open的floor plan 那这个房子 你的floor plan呢 其实没有这么的open 但是往往在看的时候呢 其实会忽略这一边 所以其实这一边我们看到 它整个厨房看上去不大 但其实它的储物空间应该还是够的 只是它的countertop space是有限的 倒台没有办法像现在这种新房 要做的这么的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一个后院 它的后院其实位置是很不错 因为它后面没有直接的邻居 是对着它 然后这个面积也是还是可以 这边它做了家草 看一下整个屋子stuck up的状况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全屋有wrapped around the gutter 我们看到 其实这种房子 这个小区品质在当时是非常高的 其实在现在 这个小区的总体的这个价位 也是比如说高于佛琉达四倍 其实就单个房子来说呢 这个房子价格没有这么高 我想是根据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装修偏老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它这个院子其实很漂亮 后面没有直接的邻居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光线其实也很不错 这里是有车窟的小门 这边它有一个sidewalk 那么这边垃圾桶呢 是可以直接从小门这边出去 我们看到这边也全部都是砖墙 有空调的外景 这是一个4吨的空调吧 好的 我们一楼就差不多啊 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库 这边是车窟的入口 一个标准的两车位的车库 但是这个车库呢 它在长度上呢 是偏长一点 它车长度是有22尺 那正常的车库呢 标准车库就是20尺 可能是因为它有一个water heater的关系 所以它的车呢 是不能够可能停到最 但其实它放在角落 车停到后面也没问题 但是somehow它就是多留了两尺的距离 给这个车库 那其实挺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应该是一个50加轮的 这个yes 50加轮的一个热水器 我们看一下2014年 2014年 那说明这个热水器是换过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2003年 但是2014年出厂可能是2015年安装的 我们来开一下这个车库的门 8尺的车库的门 然后Lift Master 有一个Girage Opener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小的Service Store 可以通向它的侧院 其实这边餐厅在这儿 如果我们临时 比如说开Party的话 这边把一些小桌子小椅子 对吧 把这个门打开 其实感觉也不错 好 我们上二楼 一个三段式的一个楼梯 有两个平台 这个楼梯呢 40寸的标准的宽度 然后一个升级的地塔 上来之后 二楼呢也是9尺的一个层高 二楼和一楼都是9尺 但门呢是67 然后这边呢 是它一个去阁楼的位置 上来就是它的一个Loft 还带一个小阳台 这个Loft 看一下 OK 它这阳台是可以踏出去的 一个Julian 阳台 beautiful quail here 10尺乘12-6 差不多127尺的一个面积 这个Loft 那也可以做一个小的办公室 是不错的 挺温馨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 laundry room 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带一个水池 然后这边还有它的Linen Club 哦 这里是 Furnace OK FJ又是空调的一个 一个内机啊 它就放在这边 那也不吵啊 放在洗衣房 也是不错 那这边呢 也是有它的一个通风 哇 一个长长的走廊 过来是它的客位 6尺6的瓷砖 然后配上两个 Vanity 这些都是标配 然后是小孩的高度 30到32寸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它跟Shower Combo 也是6尺6的这个瓷砖 OK 那这个D砖呢 是12乘12的小康砖 那我们看到它的客卧 它这个房子一共是两个客卧 一个主卧 这个客卧是10尺乘10尺 就是100尺左右的 这样一个面积就是9.3个平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这个第二个客卧 也是同样的面积 也是10尺乘40 是5平方多一点 我们看到它这两个客卧 其实都是没有做电路的升级 没有顶灯 但是这个呢 是可以后期找电工来做 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13尺乘12尺三英寸 差不多160尺 也就是1415个平米 但它的好处呢 是后运的私密性比较好 采光也是 但采光它有这些树给挡着了 所以采光也不差 对吧 因为卧室嘛 其实也并不需要特别亮 但是它前面的话 也是没有遮挡 所以这个主卧的采光和私密性 都是可适宜的 包括 OK 这边就它的一个车道进来 好 然后我们再走到 它的主卧的卫生间 OK 一个双台盆 一个全身高度 36云层高 然后这是个台上盆 然后Spread Faucet OK Wire Spread 我们看到 啊 这个Jacuzzi 在按摩的这个 一个浴缸 这边 同样也是 另外一个Vanity 然后配上Feminist Mirror 我们看到这些镜子 其实都是要换了 这个 让我画的很紧 OK 然后16条16的Medicine Cabinet 这边带住了一个Wire Spread 带自己的采光和通风 看到它的一个 Frost玻璃的淋浴房 也是 6x6的瓷砖 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布鲁士的衣帽 衣帽间不是很大 做了一些 下饭的 没有啊 这边我们看到是它的一个Smart Hub 老房子还是比较小的这个Smart Hub 一般新房的话 都能做到48英寸 甚至是更高 但是它这个里面 Close里面都有GXCI的插口 做个总结 三房2.5位2101尺 2003年的房子 Single Family Resilience in Quill Hill University High的学区 只要159万5千 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 拜拜